大家好,我叫毛毛刷,多伦多的很刷项 今天给大家说说,什么时候刷Promo 大家看我背后的墙可能跟你平时家里看的不一样 这是新装的桌子窝,还有这些sealing 这种新装的墙的时候必须要先上Promo之后 然后才可以刷油漆 为什么呢?第一个,如果你要是直接把油漆刷到墙上的话 这些地方油漆是站不住的 如果等油漆干完之后,你可以拿手直接把油漆抠下来 还有刷Promo是因为这些都是P的逆子 逆子跟这些没有P逆子的地方吸收的油漆的水分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不刷到Promo之后呢 直接刷油漆的话,把它吸收,因为它吸收水分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会导致最后finish的效果是不一样 你会看到,等油漆干了之后 你会看到这些P坏的地方,P逆子的地方,还有它的痕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新装的时候必须要一定要刷Promo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